就是說呢這個變數會更改 然後呢先把第2列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這個格式有點像你右鍵 儲存格式把它改成文字文字之後的話呢再用format format這個函數其實就是跟函數那個text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呢給什麼呢給一個 我們的 因為這個i是從2開始2-1就從1嘛 那格式化也是000 那再把裡面的值 丟過去也就是說第一行是 先改他的格式 第二行是給他什麼呢給他這個數字 丟過去之後的話呢我們 再增加一個什麼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這個編號就自動幫我全部排好了OK這個地方的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當然呢我們有做一些變更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 除了除了這個這個編號上去之外的話我還希望去更改什麼呢更改他的color 他的字形的 顏色 那我給他一個紅色的話該怎麼做 然後他的字形的大小改成14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基本上呢 我們也是把他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就是錄製聚集之後的話 看裡面的 程式 並且把這個程式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回圈裡面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利用錄製下來的聚集 再放到你程式裡面 來run 這種方式的話 會 會最簡單 而且 達到效益會很大 也就是說將來你根本不需要去 知道說 去背說 你 這個格式 改成紅色 或者改成什麼改字大小多大多小 這些呢 不需要去查 其實讓你錄製就可以 錄製之後會有結果 你就用錄製的結果 拿來 修改 就可以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知道 怎麼樣小幅度的 把聚集錄下來聚集拿來做修改 並且放在你的程式裡面 另外最後的話我們有做一個變更就是說 如果是10的倍數 也就是說呢 編號是10的倍數的話 那我們要讓他把底色 改為什麼 改為 黃底 那黃底的部分的話呢 在這邊 實際上這個也錄下來的 就是 他底色叫Interval Interval.color 黃色的話呢也是錄下來 或者你可以用RGB 我印象中RGB好像 黃色是 紅色加綠色 所以你就RGB 2552550 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我上禮拜講過這個數字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也沒關係 你可以用RGB 有一個函數 RGB直接等號後面就RGB 然後後面刮虎之後 因為RGB需要三個數字嘛 如果你要紅色 他是0到255 如果是我要紅色加綠色 如果黃色的話應該是25525 然後豆點0 你把這個放到這邊來 結果也是一樣是黃色 那只是說我們這邊需要一個 Interval.color 就是底色的 部分是黃 是要把它改成黃色的 那 我怎麼判斷說 他的這個 他是10的倍數 就編號是10 這裡的話呢我們可以用MOD MOD是丘餘素的 好 遇到